好 放下 煙火化學的 這兩個一樣 放下 食品化學 食品比較多 戰爭化學的 戰爭化學最多 戰爭化學最多 我們從戰爭開始先講起 人類自從會利用化學以後的征戰 它的這個戰爭就提升了很多的程度 在化學戰爭裡面呢 有用到的很多的 迷暗性的毒氣 窒息毒氣 全身毒氣 這類東西都是人發展出來的藥品 戒指氣就是剛才講的這個氣體呢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構 我知道不是想要講太多的化學 但是我只是要指出來說 像這樣子的結構 把這個氯不看的話 這地方是乙基 這邊是硫 如果把硫改成氧化 實際上就是各位常見到的乙迷的結構 把乙迷的結構變成硫化乙迷 然後多加兩個氯以後 它就會變成非常毒的毒素 就是化學家呢 都不見得一定知道它的這個效果 其實做起來很簡單 中山大學的化學系裡面 有一個博士生 他為了要做一些流的衍生物 就做了這個化合物 當他做這個化合物的時候 他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叫戒指氣 他只是覺得說這個結果非常簡單 也只是幾個氯 所以譬如說這本環上面加了氯本身的東西 吃了也不吃了會很毒的東西 他不曉得他有多厲害 他做出來以後 蓋子一打開 就發現到說有非常刺鼻的東西 他把它蓋起來 結果後來沾到了一點東西 手就開始潰爛 最後他整個手臂都變紅腫 開始潰爛 所以戒指氣它的這個毒性是非常高的 只要接觸到的話 就會產生皮膚的潰爛 好這些氣體大概都是跟有機化學的有一點關係 除了這個氫氰氨酸 氫氰酸 是HCN的意思 這幾個結構我會在下面給各位介紹一下 比較要講的是沙琳這個東西呢 是日本的地下鐵毒氣事件的主角 等一下我再講他們的結構 另外一個是在昆蟲之間也有戰爭 昆蟲的戰爭他用的這個 這個叫做Bombardium Beetle 就是戰鬥小兵他的這種小蟲 他的肚子裡面有兩個囊 一個囊裡面裝了這個氫骨 還有另外一個囊放過氧化氫 他用力擠的時候呢 在他的尾巴就會匯合 然後噴出來 噴出來的東西呢 就會把氫骨變成骨 然後放出很大量的熱 這是我少見的幾個化學士 你們可以不見得要知道 主要的就是他會放出很大的熱量 然後這些化學藥劑呢 就會使他的敵人呢趕走 然後 除了這些武器以外 像 這個事件就是 麻原彰晃 奧姆真理教主呢 他說世界末日要到了 他的追隨者呢 就在東京地下鐵的地方 放了他們自己製作的沙林毒氣 然後就造成很多人的死亡 跟全部的恐慌 那後來他被抓到 那像這一類的這個事情呢 讓這個沙林這個不見金鑽的毒物呢 被大家發現了 這個沙林這個實際上是在美國冷戰時期 研發出來的藥物 從來沒有在戰場上面被用過 但是 被他們知道的結果 所以 就照著做了 在 戰車上面有一些塗料可以 反這個雷達的偵測 還有一些這個雷射光 這些都是在戰爭上使用的東西 跟化學有關係的 雷射的這個使用 它就是一個極光 現在 各位看到的雷射 譬如說我現在在用的這個雷射筆呢 是紅色的光 所以它的光源呢 是波長是很長 然後是一個很弱的一個光 各位想像到 如果說你有辦法產生X光 的極光的話 就可以在非常遠的地方 把非常高的能量集中在一個點 這樣的話就可以引發 這個飛彈的爆炸 所以用X光 以前稱之為死光 照到人體裡面 生物體裡以後就會死掉 當初雷根想要發展的一個叫做 星際戰爭 它用的方法是說 在用衛星或者在空中的飛機上面 直接就照出這個X光或者死光來 還有發展另外一個東西叫中子彈 中子彈呢就是 爆炸出來以後是放射出中子 這些中子呢 會把人都殺光 可是穿過建築物以後 不會有任何影響 所以呢只會把生物殺死 非生物一概流存 所以在戰爭場合裡面 這個是還沒有被完全發展出來的一個東西 煙幕彈是零化物 它是以白零燃燒的成分 直接燃燒以後會產生很多的這個煙物 燃燒彈呢它的成分是鋁鎂的化合物 我們在做研究的時候很多人也做到用鋁跟鎂的研究 這個有一個中山大學的教授他退休的時候就有一堆這個鋁 甲基鋁 他要這個報銷 可是人家不知道所以就把它放到走廊上 結果太陽光照得太強了就把它裡面的東西蒸發 然後就爆掉了 他那個 爆出來的甲基鋁 直接空到空氣立刻燃燒 衝到屋頂上面把屋頂都燒黑了一個大洞 那燃燒彈是用這個氧化鐵跟鋁粉做光 信號彈是用硝酸絲 所以它的顏色是比較紅 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顏色反應 讓大家看一下紅色的火焰是什麼樣 那這些炸彈呢 彈化物比較有關係 這是一般的戰爭化學 這樣花了五分鐘 好 下面一個我看剛剛講的是食品化學 食品化學裡面有糖、鹽、醋、醬、醬油 這幾個都是我們在廚房裡常見到的東西 那單糖、雙糖的東西各位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他們的差別是結構上的差異 我們在這裡並不做很多的強調 但是這個糖呢 有很多人不能吃 所以就會產生出這個代糖 那麼糖金是第一個被發展出來的東西 它被發展 它的 被發展的結果是這個美國的這個教授 他在做一些化合物的研究 他並不是說要做糖的研究 他要合成這個化合物 接著他的那個研究生呢 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呢 就 合成這個化合物 可是 在 實驗室裡面也許做得太認真了 他就沒有去 注意它的清潔 做完實驗沒有洗手 然後他就吃它的三明治 結果發現它的三明治滿甜的 所以他就發現到說 他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甜的 因此他就發現了 這個東西是可以代替糖的一個東西 後來在 後來在發展的時候 美國食品藥物體局發現到說 它可能有致癌的效果 所以就把它給禁了 但是在1991年呢 又發現到說 那些致癌的研究其實不是正確 然後在做過了更嚴謹的這個檢測以後 發現它是安全的 它沒有致癌的效果 所以現在仍舊可以看得到 這種低糖的這個東西 但是在網路上面 各位也許會不小心接到一些訊息說 這個東西是有毒的會致癌 然後還會再拿來賣 是不對的 甚至有漏的這個東西 如果買來背後 還仍舊的舊的舊品 上面仍舊有寫說 衛生局跟食品檢疫局 都已經推翻了這個結論 所以唐金其實現在來講是安全的 網路上面說它不安全或者會致癌的說法 都是在1990年以前錯誤的訊息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人工甘胃 它的 OK 剛才那個是沒有洗手就吃三明治 這個教授的學生是沒有洗手就抽煙 然後就發現到說也有甜味 你會發現到這些人工甘胃的這個製造和發現 全部都是因為研究生沒有衛生習慣跟非常不小心 譬如下面一個阿斯巴田它也是 也是它做完也不小心吃到 然後就產生就發現到了 那阿斯巴田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遍的這個藥劑 所以在現在為止呢 在我們現在使用的食品上面也常常看得到 但是阿斯巴田呢是有一個危險 就是有秉酮尿症的人不能夠吃這個東西 然後在這個藥品 在任何的食品上面如果有用到阿斯巴田的話 它背後都會有寫這個警語 下面這個圖形車要介紹各位食物裡面呢 叫做基改食物 基因改造食物 基因改造食物是可以吃還是不可以吃 到現在還沒中一試 那比如早期研究的那個是為了要讓人類解決人類的良荒 譬如說玉米要造出比較抗菌的玉米 就要從基因上面改變 讓它能夠帶有一些抗生素 這樣到結果就會使得這個玉米在成長過程中 不受到細菌的侵害 那番茄的改造呢是利用這個基因的改造 讓它在成熟時候要變成軟的那個部分呢 不會不會變軟 因為變軟實際上是靠一個酵素去把那個結構組織都把它吃掉 那那個酵素呢是在快成熟的時候呢會被合成出來 只要在基因裡面做一些合成把這個酵素抑制掉的話 那麼這個番茄就會永遠新鮮 一直都是硬的 不會軟下去 那這圖片是有點乖章了 不過各位在市場上應該看不到這類的食物 那基改食物是不是可以吃 這件事情還是莫中一世 並不知道正確的答案 在食品裡面最常講的大概每隔幾年就會講的就是 鋁會中毒然後會變老人癡呆 這件事情呢實際上是起因於早期一個研究 說用鋁置物的話或者用鋁的成分太多的話 會造成老年人癡呆 這個醫學研究後來被推翻 在做的研究呢 又沒有被支持說鋁會有毒 但是鋁中毒這鋁確實 所有的東西過多過少都是不好的啦 所以在藥品檢驗局上面是有定鋁的一個成分的量是多少的 可是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並沒有確定說鋁是一定會中毒的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 鋁應該是不會中毒的原因是因為我們 如果各位有 那胃藥比較嚴重一點的話就要靠胃乳去壓制 那個胃乳的成分就是氫氧化鋁跟氫氧化鋁 那它雖然是用一個緩衝液溶液的方式 但是它裡面的鋁的成分是非常濃的 那我們一天三餐這樣吃下去 沒有聽說有誰因為吃鋁然後變成老人癡呆的 所以我覺得過量雖然是不好 但是什麼鋁箔包會把鋁融出來啦 什麼鋁罐頭啦鋁鍋電鍋會融出鋁 會讓你生病變的這些說法 我個人是不相信的 那在油條的製造裡面會用到冥凡 冥凡裡頭也有鋁 所以有非常多的坊間的新聞評論跟說法都說 吃油條過多會造成老人癡呆 但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 沒有根據的意思就是它有可能是真的 它也有可能是假的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鋁過多會重途造成老人癡呆這個說法呢 應該是不成立的 我們還有20分鐘左右的時間 所以可能 因為我們要留10分鐘給各位做互動 所以只有10分鐘可以介紹 下面一個要介紹的是 我們做煙火化學然後做一個實驗好了 講起煙火化學最主要的就是我們中國呢 古代發明了黑火藥 黑火藥的成分就在上面寫著 就是消失碳粉跟硫磺的比例也寫在上面 那麼如果裡面放了一些金屬鹽類的話 就會產生金屬鹽類的原子光譜 也就是他們的顏色 這些顏色就會產生出這個 這個顏色都非常漂亮的這個顏色